感動 所以因為我都完全都不知道 那個意象是怎麼看的 他就說阿伯 那我想阿伯就阿伯 把他順服 然後就繼續繼續禱告 然後就每一個人都有感動 這樣說一說 然後說一說就禱告完 最後我們還是決定有一個肯定 就是繼續往前走 繼續往前走 因為走有出路才有神蹟 所以你要不要講一下 你為什麼看到阿伯 玉佩帶我們一起 在那個社遊相公所那個地方 就是敬拜禱告唱詩歌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這樣默倒 然後禱告 我就 喂喂喂 喂 對 我們的隊長玉佩 就要我們大家在社遊相公所那個空地 就一起唱詩歌敬拜禱告 然後每個人都開始尋求請聽神的聲音 那我一坐下來 我就眼前就浮現一個畫面 就是看到一個騎腳踏車的阿伯 白頭髮的阿伯 然後那個畫面就一直在我的頭腦裡面 就是這樣子顯現 後來我就鼓吸勇氣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 就是看到一個阿伯 那後來崔剛牧師就告訴我們 就我們沿著那個路 就尋找這樣的一個阿伯 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路途上問了幾個阿伯 有的人好像比較年輕的阿伯 可是我們就嘗試問了一下 他說 不是 有時候還蠻惶恐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們沿途上也有問了一些攤販 有人可以接待我們 我們是沒有帶卡 沒有帶錢 沒有帶信用卡 什麼都沒有帶 我們就是純粹 我們參與一個學校的訓練 我們要在這個地方 然後能夠服侍你們 也許為你們工作 為你們打掃 或者會做其他的一些服飾工作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住在你們的家裡面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人可以接待我們 然後 其實我們找阿伯是這樣 阿伯 不是那種 阿伯 所以他們其實是被我們嚇到 然後就停下來 然後停下來看到那個阿伯很熱心 所以 我們就多說了一點 然後就是看看他們家 什麼芭樂可以摘的 或是什麼 他說你不想 四點多起來 你也都看不到 你沒辦法 然後他說 那芭樂也不是你青菜辦就行 然後他就是 反正就是一直不讓我們去就對了 然後後來呢 他就很好心的 他說 幫我們去民眾服務社問看看 然後 他就很熱心說 你擋這裡擋我 我騎車來 就騎 我們就在這邊 其實我後來才發現 那個玉年他看到一個意象 是黃色的建築物 我們就是在那個黃色的建築物出來的那個交叉口 遇見那個阿伯 所以我覺得 都有連起來 對啊 這後來回想 後來回想 真的我們從來都沒有 沒有辦法自己的想法 所以這個阿伯就又回來 我們大概等了20分鐘 他回來 我們真的乖乖在那邊等 因為也沒辦法 就等他 等他就回來說 有人有人 他原本以為禮拜六是沒有人 所以他說 有人我跟他們講 你們可以過去 所以他又來跟著我們走路 牽著腳踏車 走了一段路走到那邊去 但是雖然在那邊我們還是沒有找到住的地點 可是在那邊透露了一個很棒的 就是最後我們去找到平安之子的地方 這個就是關鍵阿伯 就是有沒有 頭髮真的白白的 然後他就帶我們到這個民眾服務社 然後這邊的主任就泡茶 給我們吃了一顆芭樂 五個人只吃了一顆芭樂 然後不過也很好 反正就是都是恩典 然後他就繼續告訴我們說 因為他本來說他可以幫我們的忙 可是因為在選舉 所以他沒有多的時間 那我就問他說 那如果現在沒有選舉 你會怎麼幫我們 然後他就說 我就幫你們打打電話 然後想想哪裡可以去 我說那你想想看嘛 一定有地方可以去 然後他就想想想 反正自己不要別人沒關係嘛 就開始想 欸那個誰 他們那個很有錢 他那個鄉長候選人 他們那個誰誰誰在北投開什麼溫泉 反正講別人都很容易對不對 反正你趕走就好了 然後他就把我們就是 介紹到我們一出來 車站沒有多久的一個競選總部那邊 所以我們就只好又背起行囊 又繼續往回再走 但是走到這個地方 我們每一個人都決定 賴在這裡了 即使他不接待我們 我們趴在桌上睡覺也沒關係 因為真的那個時候已經好像六點了 就是天色已經暗了 然後那個平安之子就是 這個右下角綠色衣服的那個 我們一進去的時候 在那邊就是 他們就會當然很熱情 欸請問你們有什麼事嗎 然後問清楚了以後 就慢慢就不想多問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繼續還是表明說 我們是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讓他們獲得一些基本的信任以後 他們就開始 那個就是那個平安之子 他就自己在旁邊 不知道在那邊打電話 我們都不知道 但他就很熱心的一直在問 問廟啊問什麼可不可以住 所以他說他有問到廟啊 他說我們可以去 他就套上去頭上掃掃掃好了 然後我們講說 奉耶穌的名奉耶穌的名 每天都要這樣掃嗎 所以當然不可能去住寺廟啊 我們還是很勇敢的跟他講說 我們不住寺廟 然後他說那你們去找教會 你們不是教會的嗎 我說我們也不能找教會 他說你太危險了怎麼有人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有這樣子才可以經歷神嘛 就是真的知道神的恩典在哪裡 所以這個時候那個 我們除了去外面用餐以外 那個人就在坐在裡面 默默的一直幫我們打電話 看哪裡可以住 所以後來呢 吃完了又坐進來了 他一直在想說他怎麼會走 還沒退去要怎樣 然後就繼續坐坐坐坐 坐到他還是一樣繼續 因為沒辦法我們不走嘛 然後就繼續聯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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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想到他有一個朋友 是開那個養老 就是養老院的 他就開始打電話說 欸我們這裡有五個人啦 你們這裡有所在的地方嗎 然後 然後 他就說我們這裡怎麼有 都老大人都住著 我們這裡沒有 他說你再想我嗎 一定有所在給他們住 他說 啊不不那康樂士可以 康樂士就是他們活動的地方 然後就不知道怎樣講一講 我們就歡呼啊 喔太好了 很想把它舉起來 丟到天上這樣子 然後後來 後來就真的 不但這樣喔 我們就想說 欸好了 既然找到地方 那就趕快走人了 他就說 可是這邊大概 走到那邊大概半夜了 然後我就說 那你知道我們的情況嗎 我們沒有辦法走到那裡 他說 啊我回來開車 太好了 他回去開車 我想我們五個喔 五個 他說沒關係 然後就去 回來我們快溫倒了 他開了台四五百萬的車來接我們 因為那個車就比較大 我們後面四個 然後牧師是坐前面剛剛好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真的 真的是不能跟他跪啊 對啊 不然那個真的是很感動 我覺得說 怎麼會有這麼恩典的事情 因為前面的 前面已經很激動了 然後那台車又來 真的快受不了了 然後但是我們想說沒關係 反正就上車吧 就趕快去了 然後結果一去 我們就很順利的 喔他開很慢 他說這是總統坐車 然後就開很慢很慢 可能想要讓我們享受一下總統的感覺 然後就一路就慢慢的載我們過去 好 這就是我們到的地方 有沒有 這就是我們要睡的地方 可是還有喔 還有其他的恩典 不是這樣而已 我們原本想說 欸又乾淨 他又拖過地 然後又好像都整理得還不錯 我們就有睡袋 然後這樣躺在這邊也很寬敞 可是我們 欸這個時候牧師 這邊以後就不見了 因為他被安排到一個 那個醫務室的休息室 因為他是男生嘛 所以不可能跟我們在同一間這邊 所以他就幫他預備了一間房間 他一進去就再也沒有出來 不是他怎樣啊 是他 對他就是完全就是 好像不是跟我們來的一樣 真的是置身事外 然後後來我們就 我們就在這邊 我們就在想說 因為在走的 就是走那個司機 不是司機啊 那個平安之子 他說 你們要走的那天 我還可以來接你們 還可以幫我買車票 其實我們沒有 我們是引誘他 然後看他怎麼說 不是說我們跟他要 我們就是講一些 然後他就自己 就回答我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想到這件事情 好像怪怪的 不能這樣好像沒有平安 所以我們就又開始坐在這邊禱告 一直禱告說為了明天 因為他明天說 要一個小時讓我們帶老人活動嘛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要為這件回去的事情禱告 所以我們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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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動動動 老闆娘買豆花來給我們吃 所以 對啊 我們就想說 怎麼一禱告恩典就臨到 所以 所以我們真的很恩典就是說 我們在這當中 又可以禱告又可以讀經 然後又可以 反正就是完全沒有 沒有覺得說 我們有離開神過 也沒有忙到說 完全會忘記神這樣 所以我們在這個當中 真的獲得很多 然後 好了我不想講了 來 其實真的是很感謝神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 準備我們的工作的時候 一下子老闆又出現了 那老闆出現的時候 他就很納悶說 你們是從哪裡來的 你們怎麼樣這樣 那我們就輕描淡寫的把它帶過去這樣子 但是 一下子又有蛋糕又來了 那個主任又帶了蛋糕來 我們真的是 感覺上 真的好像是上帝的死者 進到那個當中 哇 一大堆恩典 然後人家都 豐豐富富的供應我們 那我們隔天 我們就按著我們每一個人的感動 我們就一起做一個團康的遊戲 因為他問我們說 你來這邊 你要為我們做些什麼 其實我們一點都沒有 idea 說我們去到那邊 我們會到安養中心去 我們也沒有 之前也都沒有做準備 但是感謝神 我們四個人五個人就好像一個人一樣 然後就一起同心合一的 然後把那一天早上所有的活動 我們又有詩情 然後我們有帶動 然後他就把 我們小組長就把兒主的那一套帶過去 然後教那些老人家在那邊 海帶啊海帶啊海帶啊海帶 所以我們在想說 哇剛好是去這個地方 所以讓我們平常操練的東西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感謝神讓我們真的豐豐富富啦 然後那老人家玩得也很開心 因為他們可能從來也沒有這樣海帶過這樣子 事後還在那邊海帶這樣子 我就覺得很可愛 然後我們的牧師也是真的是超級可愛的 去到那邊 他自我 他每一個 那邊因為是社頭嘛 所以都是講台語的 然後他自我介紹的時候 他都說 我是大流啦 我就一直想到說晚上 我是大流啦 然後每一次一大早人家在跟他打招呼 然後他就很認真聽 他告訴我們說他很認真聽完 接下來他在講什麼 他都不知道怎麼回應 然後就急著到處要找我們這樣子 我就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能跟那些老人家融成一片 後來我們要走的時候 真的是大家都依依不捨 然後我們在那邊陪伴老人 我們也看到說 那些每一個老人真的都是智者 我們在那邊也在他們身上學習很多 我想讓運年介紹一下那些老人家 感謝神的恩典 其實我們在那個地方 我們每次接近那些老人的時候 其實他們 我們看到他們其實是都沒有人陪伴的 那因為我們這次去帶給他們很多的快樂 真的是他們 當他們的家人來看他們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好那時候 隔天就是禮拜天 然後家人來看他們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就是把那個海帶那個事情 告訴那些家人 然後家人就很開心 真的有海帶嗎 然後他就表演給他看 所以我覺得是那些老人家都也是需要被陪伴的 那在中間其實我要補充一點就是玉佩講的 其實我們在那邊上帝都幫我們預備很多的東西 像在安養院他怎麼會有電子琴 怎麼會有一大堆奇怪的東西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戶外 那我們就擔心說聲音太小聽不見 剛好主任就出來說 我剛好上個月才買了這一個小蜜蜂 然後他也不會用也不知道怎麼樣 然後一直到那一天剛好 我就覺得上帝為我們預備了 還有那個琴也是上帝為我們預備 原本他也沒有那些東西 可是當我們說我們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上帝已經在那天晚上就已經所有預備好了 然後那些老人都也是很配合的出來到戶外 跟我們一起活動 那我 你還要補充什麼 對啊 因為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啊 然後剛剛我們看到那個阿嬤高歌一曲的時候 其實他是唱《望春風》 跟那個《雨夜花》 很奇怪喔 這兩首我都會耶 對 因為以前小時候常常聽爸爸媽媽唱 所以就是在那個時候有同樂 然後因為那個拉二胡的那個阿伯 他就會這兩首 他其實本來他是不太出現的 因為他就覺得沒有什麼好參與的 所以我們一直覺得 欸你會拉二胡 就趕快就好像把他帶出來 很熱情的邀約他 然後他就忽然就是好像很開心的 他就出來 然後他因為他是要聽人家唱歌他才會拉 他不是自己就把他拉出來 你只要唱他就跟著你的音樂然後拉出來 所以蠻特別的 然後這就是牧師為大家祝福祷告的時間 他講一句文匯就翻譯一句這樣子 因為文匯真的很厲害喔 他是無所不能 他就也可以海帶拳 然後也可以什麼 然後主持也OK 然後其實我們本來都沒有預備要做什麼 因為其實不曉得要做什麼 所以他那天要開始帶活動 他就一直看我 我想說我才不要給你看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欸就你啊就你啊就你了就你了 然後就只好就是他這樣子 就是大家都還是不會在那邊 想說計較或是什麼 就是很順著那個感動 然後就做了很多服飾 然後這些阿公阿嬤 那個穿綠色外套那個 只要你不小心看到他的眼睛 欸你好 然後你就可能一定要講100次你好這樣子 就除非說你沒有遇到他 他就是很熱情的阿公 然後對啊這個就是隔天 第二天早上早操的時間 你看牧師做得多認真 對啊就是說就是跟他們一起 但是有的人還是很懶 你就要拉著他的手動 因為他自己不想動 然後這邊的那個外勞 我覺得都很棒喔 他們都很活潑 雖然他們是為了生計在那邊 可是他們每一個人看到阿公阿嬤都很親切 他會問阿公阿公你吵幾個媽啊 然後就是或者那種眼睛快不能動 他說你要趕快點動啊你要娶媽耶 就是他很會 他很會就是很會鬥他們這樣子 因為平常我們都覺得說 哇我們只不過在那邊 因為我們很少我們通常去服侍 像我們去老人公寓也是 都是很久很久然後去大概兩個小時 可是這個我們是去兩天耶 我就覺得我們兩天好像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可是他們卻是長年有人在那邊九年了 他們都在這裡然後一直一直在服侍他們 所以我覺得那個愛心真的愛心不是一時的 我覺得那個真的要持續一直去經營 那種才叫做愛心 不是說那感動一下那就叫愛心 我覺得我們的愛心真的太少了 所以這邊就是這個右邊那個你看 他本來都不出來的 我就說我們要做早操啊 就好像他前一天他有被鼓勵到 他有去拉二胡 所以他今天的心情就比較開了 所以那些阿公阿嬤其實滿可憐的 他們我們還做了問卷 他叫我們幫他做問卷 問說他喜不喜歡這裡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一個人說他喜歡這裡 就是很無奈 我就是沒辦法要來這裡 但是他們也知道 兒子女兒他們沒辦法 才把他們送到這裡來 所以就是那個心情很衝擊很大 然後有的人比較負面思想 然後就說阿嬤嬤 我就寻被嬤嬤了 因為他們真的生活很無聊耶 早上起來如果我們沒有去 我不是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可能就是做早操 然後他做完早操回去休息一下 就等吃午餐 然後午餐又每個人就斷一碗給他們 可以吃了就吃不能吃就餵他們 或者是有的要餵那個液體的那種營養品 然後他就是等吃飯 他們就說我就是等吃飯 然後再來就是等死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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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說 就是就是你會覺得說 在那麼那麼我們不知道的地方 還有一群這樣的人 其實以後我們也都會都會有這一天的 所以所以 哈 喔 沒關係幫我讓你講到講少一點 哈哈哈哈 好啦 好啦你看這個就是那個不知道要幹嘛的 他們就每天就坐在那邊真的等吃飯 然後等休息 然後喔 我真的 我其實我們在那邊很難受耶 我是覺得很難受 他們在唱歌唱卡拉OK給他聽 有的根本聽不到 其實就是他們工作人員很熱情 可是你又看了就很想哭 會覺得說 這些人到底真的如果沒有盼望 這樣留在這個世界上 不曉得 真的不曉得要做什麼 你看這個都是醫生 還有來幫他們巡視 你看全部都很多的插管 然後就坐在那邊 就是看了你真的會覺得說 不會講 反正就是很難過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的環境很幽靜 你們可以預備一下 我們啦 我們以後其實真的 現在少指化了 我覺得我們身體要練強壯一點 不然我真的想說 我不要像他們那樣 至少我們還有神真的 所以真的要讓他們認識神 讓他們還知道清主的時候認識神 因為有的已經是妄想症啊 什麼痴 什麼老年痴呆症 他現在也聽不進福音 所以一定要在他們還沒有失智之前 一定要讓他們認識主 這就是跟工作人員合照 這就是他們的環境 他環境真的不錯 所以你看平安之子後來真的來接我們 接我們又幫我們買完車票 還陪我們走過去 在那邊送我們 對 送我們上火車 然後火車在後面已經要來了 然後那一台就是他四五百萬的車 他說一定要把那個中間空出來 他要照那個mark 對啊 他說什麼韓國的賓士啊 我也不懂 韓國的奧卡迪拉克 反正就是總統坐車啦 他大概想說也沒什麼人坐我這台車 就很熱心的招待我們 所以我們就很順利的 一上車就碰到玉珠老師他們那一組 我們說啊 我們活著回來了 大家都很開心看到他們 好像真的是 怎麼會才見得到面那種感覺 這個就是我們後來回到台中睡的 但是我們自己付的錢 但是就是很棒啊 就是恩典之旅的靠上 我們是這樣告訴自己 這個就是這幾天的那個 他頒給我們的一桿謝狀 但是就是將一切送在榮耀 歸於聖 好 跟你旁邊人說我們有偉大奇妙的神 真的很多的同學都說去的時候嚇死了 結果回來每一個都是很精彩的經歷 好 我們要看一段三分鐘的宣傳短片 是我們這一次聖誕節的見證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選擇 好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選擇 好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選擇